英超冬季转会枪在香港时间2月1日上午7点关闭 以车路士为首一众球会大洒金钱掃货 早前已经高价签合乌克兰国脚梅迪利的车路士再出手 以破英格兰转会费纪录的1亿2100万欧元 由宾菲加罗治阿根廷中场安素费兰迪斯 这位在卡塔尔世界杯当选最佳年轻球员22岁的国脚 同车仔签约到2031年的夏天一张很长的约 或者有球迷会问车路士在今季的两个转会枪 密密地签人如何过到财政公平条款很简单 分期付款以及同球员签长约摊分就行 就以安素费兰迪斯这一宗交易怀励 车路士分6期向宾菲加给钱 密据报第一期先给4000万磅 安素费兰迪斯2022年的8月 以1000万磅由阿根廷的何创加盟宾菲加 短短半个球季升价10倍 爬了2021年以1亿磅由维拉转会曼城的基里树 成为了英格兰历利最高身价的标王 车路士今季用了接近6亿磅买球员 成为了历利单季买人支出最高的球会 车路士在散货方面将31岁的佐珍奴卖给阿仙奴 转会费1200万磅 看到涉耶捷这张照片 真是被车路士负责转会事宜的职员团队趋脏 因为文件上的错误浪费了时间 最后未能够在死线之前注册 离开车路士转去巴黎圣日耳门 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纳 讲开巴黎圣日耳门将门进拿华斯 借去洛定咸森林 另外森林签入了纽卡素的输围 讲一下曼联 由于预计阿力辰要养伤到4月尾 在关窗之前向拜仁借入了奥地利中场28岁的沙比萨应急 沙比萨2021年由RB来比锡加盟拜仁 上阵了54次 68次代表奥地利出赛 坦哈格因为教过拜仁二队 英国传媒就说了 好大因为这个关系才紧急借到沙比萨 大家或者没有留意曼城的大都后卫选赛路 外借到拜仁慕尼克 季尾拜仁可以用7000万欧元买断 好了今次就讲到这儿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